9月底就是中秋节了 又到了品尝文旦幼的好时机 今年适逢润二月 果实成熟期延后 使得今年文旦幼的成熟度更高 果肉品质更好 而卓西乡长田桂花也邀请民众到 栗山文旦幼园来体验 首摘十粒柚子的乐趣 正值文旦幼产季 卓西乡栗山文旦幼果园 9月1号开始采摘 9月底就是中秋节 又到了品尝文旦幼的季节了 今年适逢润二月 果实成熟延期之后 使得今年文旦幼的成熟度更高 果肉品质更好 卓西乡栗山文旦幼园 邀请民众前往体验 首摘十粒柚子的乐趣 亲身体验果农辛苦 还有我们的书贵妹代表们 都在今年种植的文旦 产量非常的丰厚 那公所这里 用行动来支持并推广 让更多的人 能够吃得到 我们卓西乡的文旦 特别的好吃 因为它有非常丰厚的水资源 非常丰厚 充沛的环境 栗山文旦幼班长苏明胜 分享挑选文旦幼的诀窍 又选择表皮具有光泽 油包细致 果形成方垂形 略带重量感的果实 如此才能品尝到品质最好的文旦幼 田桂花说 公所今年推断文旦又产销履历 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 鼓励农友友善耕作 辅导农民建制电商平台 补助农民资产费用 协助农友拓展销售管道 实质提升农友们的经济效益 记者高双双卓西江采访报道